欢迎收看8月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 花莲县政府1号举行了8月份的升旗典礼 由县长许真卫亲自主持 而在艳阳高招下 表扬了7月份圆梦团队 而也适逢一年一度的八一原住民族日 也邀请同仁 起跳今年联合丰年节大会舞 分享县政府执行的南岛极境领航建议计划 期盼将花莲推向国际 花莲县府1日举行8月份升旗典礼 上午艳阳高招 县长徐正卫亲自主持 并表扬7月份圆梦团队 随后分享联合丰年节前夕参访 纽西兰河大溪地 成功签署四项MOU 以及台风杜树瑞过境 感谢各单位的防灾住户辛劳 杜树瑞台风造成了花莲 一共171条浅室溪流 最高到89条的红色 发布红色的警戒 82条的黄色警戒 然而发布红色警戒 强制撤离保全户 黄色警戒要警告要疏散 预警撤离 而真卫真的要非常谢谢 我们十三乡镇的首长 强力的执行 协同我们的警察单位 协同我们的村里领长 还有花房部 后职部能够协助 当然更感谢我们的乡亲 能够同理相待 我们要不要给警察局 要不要给建设处 要不要给自己掌声一下 我想台风天 没有人愿意出门 没有人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 8月1日适逢一年一度的原住民主日 随后邀请县福同仁 起跳2023原住民主 联合丰联节大会舞 欢庆原住民主日 期盼通过执行 南岛几近领航建议计划 持续推荐